第五题 开学大扫除 阿瓜不小心把洗厕所的盐酸掉在地板上 只见到地板主要成分为碳酸钙 与盐酸开始起化学反应 根据道尔吨的原子说 将碳酸钙与盐酸混合 不可能产生下列哪一种物质 道尔吨的原子说告诉我们说 化学反应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组合 其种类数目都没有发生改变 所以我们呢 我们原来的成分有钙 原来的成分有氯 所以就有可能会产生氯化钙 那么我们看到原来的成分呢 有氢原来的成分有氧 所以呢就有可能可以产生水 氢跟氧的化合物 我们看到原来的成分呢 有碳原来的成分有氧 所以就有可能会产生二氧化碳 这都是可能的 但是呢我们这里的成分呢 并没有钠 所以呢它就不可能会产生氯化钠 因为它不可能会产生新的原子 所以呢根据道尔吨的原子说 碳酸钙跟原酸混合的时候 不能可能产 不可能会产生氯化钠 所以呢 第五题的答案呢 我们要选的是B 氯化钠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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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換 很有氯化 Sigma 小uly 相り 。。太